我们刚刚讲到的土地公庙 其实这个土地公庙 各位可以在大街小巷 有时候都会看到土地公庙的踪跡 你们大概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长这个样子了 各位有看过吗?应该有吧? 但是屏东那边的客家人 他们的土地公庙其实长得有点不一样 你看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土地公庙 后面有没有一个像坟墓的墓种 是没有的 但是你看比方说屏东那边的客家人 他们的土地公后面会有一个像坟墓那样的墓种 所以这个是客家人跟闽南人的土地公庙 其实长相是有点不太一样 请各位再往下看 一般你如果说要在乡下 你会看到的那个庙 大概除了土地公庙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阴神庙 来各位看一下 这个阴神庙 各位有看过哪一些? 这几个庙里面呢 你们看过什么 你们至少知道的是哪一些庙 十八王宫 十八王宫是不是在那个 以前的台北县 是不是那个金山万里那一边 淡水金山万里那一边 那这是十八王宫 那十八王宫呢 比较特别的 是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一般而言这种一庙 通常都是祭拜的是人 但是呢 它好像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只是 是小狗是不是 是吗 好像是 然后里面有一个是狗 那另外呢 这个有印宫百姓宫 这个其实呢 名称都差不多啦 反正说呢 你会那个 看到那个庙 也许叫做大众野尺 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这一类的呢 这一类的庙怎么来的 各位知道吗 就是有印宫百姓宫 这一类的庙怎么来的 各位知不知道 我想每一个乡镇 可能大概都会看得到 类似这一种庙嘛 对不对 它怎么来的 各位知道吗 非自然死亡是一种 那非自然死亡的 应该说 我们细部来讲 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呢 曾经发生什么事情呢 台湾在开发过程里面呢 汉民族跟原住民 是不是有激烈冲突 那有一些被杀的 那他如果没有亲戚的话 那通常呢 就集中就埋葬在一起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你们应该有没有听 你们有听过就是台湾开发过程 不是呢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那后来呢 这一些反叛的人呢 在官方过来的时候呢 被镇压 被杀的那些人呢 也通常呢 都是集中 还有一种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 在开发过程呢 男生比较多 还是女生比较多 男生好 另外呢 这些男生呢 他是七家带券来的 还是单身 那他如果呢 非自然原因死掉 对不对 谁祭拜他 没有啊 没有啊 对吧 所以 这一种呢 那个 所谓的有音功或百姓功 有一大部分呢 就是这种罗汉卡 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民间信仰呢 他除了这些所谓的那个 政省之外 另外这些阴神呢 有一些是所谓的什么 历鬼 对不对 因为呢 他也许呢 死掉之后呢 在地方作祟 所以有人呢 就供奉他嘛 有没有这种呢 有啊 也有啊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这一些所谓的那个 阴神的那个庙 大概呢 有音功 百姓功呢 这个大概是跟台湾整 开发过程呢 有密切关系的 另外有一些姑娘庙 是怎么来的 各位知道吗 台南不是有那个姑娘庙 对 五菲庙也 对啦 对 但是五菲庙那个在台湾 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呢 台湾从来就是没有那个 就是皇室的成员 在台湾死掉嘛 救谁啊 救明朝啊 对不对 救明朝 所以那个五菲庙 那个算是蛮特殊的 但是那个五菲庙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姑娘庙 就是曾经呢 那个台湾呢 有一个到底是高雄还是台南 我也很忘了 船难 高雄是吧 好像死了蛮多 都是单身的女性嘛 对不对 那一些女性呢 后来就集中起来呢 就姑娘庙 姑娘庙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呢 还有其他的那个 有一些呢 其实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他们来源呢 也不知道是应该怎么样才是可靠 比如说那个屏东有一个庙 就是拜那个八宝公主 各位听过吗 那这个八宝公主是谁 荷兰 荷兰公主 你们有没有听过 不想了 那这很有趣啊 不是有趣就是说 那个时代其实不太对 那到底为什么不知道 怎么评凑了 后来呢 那边呢 在屏东那里出现了一个 荷兰公主的庙 那大概几年前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有一个老阿嬷 那那个在附近呢 突然呢 那个失踪了 失踪了好几天之后呢 那被发现 那发现的时候呢 他就说呢 有人呢 抢走他的那个红色的内裤 那他这几天呢 都是那个吃一些什么 那个炸猛的脚啊 反正就是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 活下来 那一般我们台民间会说 这是什么 某行他作祟嘛 对不对 你们大家听过 那有人就讲 这某行他是谁 那他好像是他自己讲 还是说地方人就讲 讲说那个就是 那个荷兰公主 就荷兰公主在作祟 那怎么办 那这是一个大事哦 而且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 这个只是第一个 后面还有好几个哦 那怎么办呢 最后呢 找出台湾的女神 过来跟他协调 台湾的女神是谁 马祖 所以台湾的女神 出马跟那个 荷兰的那个八宝公主 两个协调 那那个 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怎么沟通啊 怎么沟通啊 那个福建人 林莫良女士 对不对 跟荷兰人 两边呢 都有那个 类似你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那个鸡筒之类的 那那个录影带呢 我其实我看过 非常有趣 我很仔细听看看 他们在讲什么 后来呢 我就听到那个鸡筒呢 用很简单的英文说 3 OK 意思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拔杯三次 如果想杯就OK 好不好 所以呢 这很妙 这不对啊 你荷兰人 对不对 那怎么会讲那个这样子呢 反正你们就就当作说 他们可能呢 一切静在不言中好了 好 那这一类的呢 都是什么 都是呢 那个 阴神庙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类的呢 有没有在刚刚那个图里面 没有嘛 对不对 好 请各位看 那在那个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最小单位 可能就是在田耿 上面有一个土地公庙 那比土地公庙呢 大一点的呢 他通常呢 是以这一类呢 当作主神 例如呢 他可能是官地庙 那可能拜玄天上帝 或者是那个保生大地 而且来 各位要注意哦 那个 那个通常 通常呢 那个这些庙呢 他是不拜呢 阴神的哦 比较大的庙基本上没有啊 那通常哦 他会有一个主室的神明 另外呢 会有一些呢 是怎么样 陪侍的 所以陪侍 你们 你们有没有印象 你进去呢 比较那个 像这种比较大的庙 对不对 你一进去 你一进去 你会不会发现 正厅是一个很大的 但是呢 很大的那个神像前面 有没有一些比较小的 有 另外呢 这两边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 还是有啊 所以他有主室之分哦 比如说那你看到呢 他如果假设是马祖庙 对不对 他跟他陪侍的呢 可能看性质 也许呢 那个有一些呢 就是王爷 或者是说那个 水仙尊王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 他这里面呢 那不是只有一尊神 来 为什么 一个主室的神之外 为什么要那么多陪侍了 各位知道吗 各位想一下 可能是什么原因 那不然你们去庙 你们都在想什么 你们不会想说 看一看这个庙里边的摆设 庙里边的那个 他的神仙家族的成员 是哪一些 那主室的神明是谁 那其他呢 又有哪一些 来 为什么会有主室之外呢 其他呢 有那么多啊 比如说呢 有的那个陪侍了 就是有国姓爷啊 圣成功啊 对吧 那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想过 宝生大帝啊 他也不会太担掉 哦 那如果为了吸引很多小朋友 那多供奉一个哆啦A梦 这是吸引小男生嘛 吸引小女生就弄一个kitty 那反正都喝弄几个 可以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就是为主室之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陪室 来 对对对对 你讲得非常好 你想想看哦 信徒来的时候呢 他的疑难杂症呢 是不是呢 各式各样都有 比如说呢 这一间虽然是妈祖庙 对不对 你来是有关呢 那个医药生病的问题嘛 这个时候呢 这个窦桃他会请谁过来 各位知道吗 你放心 我们这边有宝生大帝 那就宝生大帝来 接客了 所以宝生大帝呢 就来服务了嘛 好 你下一个呢 那个是那个问不应证的 没关系啊 我们有谁 有宋子娘娘啊 所以那个 你讲得非常 对 就是他提供的那个服务项目非常多 因此这种呢 通常呢 是单一的吗 他不是 通常他是一个比较综合型的 是一个综合型的 那你们如果有兴趣呢 那个 有 那个 有一个作者叫做索菲亚 各位有听过吗 没有听过 那个学校有他的书 那个你们可以去翻一翻他的书 非常有趣 就是别的领媒讲的呢 基本上我都不看 那这一个呢 会特别看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身份 他是台北大学毕业的女生 一个女生 他在读台北大学期间呢 读台北大学社会系的期间呢 在外面呢 就在当领媒 就在帮社会大众服务 那他就讲了 讲说呢 你看到呢 这个庙 要弄这么大不容易 而且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庙的开销大还是想 是不是很惊人 对不对 好 这个庙的 这些开销是谁在支付 信徒 所以各个庙宇之间呢 竞争关系是不是很激烈 你想想看嘛 庙宇那个信徒为什么要来 对 你来一次 两次三次 都满足你的需求嘛 或者解答你的问题 对不对 你是不是还会继续来 而且会捐献嘛 好啊 那你如果来 每次呢都不准 让人家去别家了嘛 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 是非常激烈的 还有 那为什么就是说 他会那么多 就是刚刚那个同学讲的 他的确呢 是要满足呢 各个阶层 然后他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呢 来吸引 来吸引那个 这一些 社会大众 那这一个人后来呢 因为有一些事情 他最后决定呢 不当了 不当之后呢 你们知道他 他现在在做什么吗 他后来呢 去读体育方面的研究所 成为台湾第一个棒球里边的女性主神 各位知道吗 你如果看棒球 你去找一下 这很少见 很少见 就是他白天的时候呢 跟你们一样 就是他学生时代 就是在大学上课 然后呢 晚上的时候呢 就去这些公庙 帮信徒服务 那我是觉得他讲的是 他主要是讲他的亲身经历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你们就看一下 他怎么样 讲他的那个灵美的经验 那他怎么样呢 看待这一些事情 他讲了很多故事 我稍微讲一点点就好 比如说 他讲 如果呢 信徒有人是身上卡 谁就卡阴 对不对 那他来 怎么处理 跟他沟通 如果这个 那个是一个功力很高强的 他就跟他讲 你要不要 来我们这边服务 我们科一个神像 让你住 你管吃管住啊 对吧 那你就不要再少了这个人 谈一谈 条件可以 他就留下来了 所以为什么 你们看到 这里边的神像不是很多 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 这是非常非常妙 然后还有一些呢 那个基本常识 就是说 假设啦 你如果说觉得呢 那个身体呢 卡到什么奇怪 那你要怎么样呢 处理呢 就去找这些正派 正派的大妙 那你去呢 那个那些道姑啊 收金之后呢 大概就差不多 但是呢 他们的讲的那个观念是这样 你要 你从这边进去 出来的时候 不要从这个门 就换另外一边的门 然后呢 反正他帮你 那个收金完之后呢 你离开的时候 不要直接回家 你去夜市啊 去哪里啊 晃一晃再回家 通常这样就可以了 那还有基本常识哦 那个你们未来呢 那个每一个人 人生都会碰到一些问题 有的人会去求神问福 那他只要跟你开口要钱 帮你做很多事情 最多三千五千算合理 你只要超过这个金额 就就是怎么样 炸财 跟你讲说 改变你的命 改运 一万五 做什么事情 两万块 然后呢 你们家人怎么样 那个全部都是骗人的 全部都是骗人的 要记得哦 还有很多的那个 神棍桌 可以什么 尤其他看到很多女生 比较有姿色的 骗色的很多 那各位要 就是看到这一类要注意 好 请各位往前 那个索菲亚 那个学校图书馆有 两本还是三本 那个书当做小说看 非常有趣 那他后来之所以呢 不当领媒 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 是因为呢 他的那个庙里边的领媒 之间有竞争关系 那他说他这边是比较正派的 保生大帝这一边的 那没想到有一天他去上课 那另外一边 跟他有竞争关系的 一直教育不了他 就用他那边的那个神 把他这边全部消灭 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呢 他这边的全部都一个都不剩 听起来蛮有故事性的 所以细节你们自己去看 这蛮有趣的一本书 好 那请各位往下看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说一般的村庙呢 他不会去拜这些阴神 所以这一些呢 基本上呢 是不会成为社区的 所谓的信仰中心的 那另外呢 比这个村庙范围更大的 那他的范围呢 大概呢 可能就是有的是一个镇 那或者是比镇要大一点 那这个是刚刚讲的那个角 大概现在都还有了 现在都还有 那这也是很妙的 所以土地公 这个你们有听过吗 就是原本这个土地公 后来呢 有些地方不是变成两个人 还帮他安排一个什么 土地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据说啦 会 有多一个土地婆 通常都是怎么样 托梦给信徒 托梦 那为什么会托梦呢 不知道 反正呢 你们知道有这个现象就好 来 各位看一下 像这个北港朝天宫 对不对 这种牌场 你认为这一个庙 他一年的总营业额多少 都是几十亿计算的啦 各位想不相信 没错吧 这种牌场 而且他还只有一个 你去看另外一个佛教团体 他的金色盖成那个样子 在全台湾这么多分店 你认为他一年的 那个总营业额是多少 很可怕对不对 很可怕 那你光是看这个 你就知道 他一个月的那个开销 事实上就非常可观 非常可观 所以我们应该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世俗的一面 有 但是他有没有呢 那个信仰或者神圣的一面 当然都是有 那你不用呢 过度去夸大他神圣的一面 也不用呢 过度呢去负面抨击说 他好像呢 都是做不好的事情 没有 这个都是有一点过头 有点过头 好 来 请各位呢 往下看 那有没有有一些地方呢 他是没有庙的 有没有 他没有盖庙 可能只有土地公庙 但是呢 他有他祭拜的那个神明 简单的一个模式就是什么 他是绕境的 有没有这种 这同一个神明呢 但是在这个村落呢 轮流嘛 轮流 这个其实呢 有没有 有啊 然后他会换儒主嘛 好 这种形态呢 其实你如果在乡下住过呢 你大概呢 也会看得到 好 那一般说来呢 会开始呢 成为呢 那个地方民众祭拜的对象呢 往往呢 必须要搭配很多的传说故事 那会使得就是说 这个庙呢 香火越越鼎盛 那这是交互的 你们要知道 一般呢 香火越鼎盛的呢 表示他灵力越强 那如果说呢 你看到呢 那个庙呢 那个几乎都没有香火 你还要去吗 就生意很不好的 这个就好像你看到餐厅一样 你一走过去 好几家呢 都是呢 那个人多到咽出来 但是有好几家呢 非常空 你要选择哪一种 你知道每一个都吃过 你就知道有原因了 为什么那一些都是没有人光顾 然后呢 有那么多家呢 几乎呢 虽然很多人 但是还有人排队 好 这些传说故事呢 其实呢 你们都听过很多 例如讲一个简单的事情 台湾 你们晓不晓 以正成功为主神的庙有多少 你们知道吗 至少到我们现在的统计 超过一百间 就是整个台湾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全台湾的信仰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光是呢 拜正成功的 但是你看到 我们还没有算那个裴侍的 像你们刚刚看到的 有一些妈祖庙 其实他陪侍的就有国姓年 所以他人数不止这个 那你们晓不晓得就是说 正成功的那个 在各地呢 有没有什么故事 其实有 不外乎几种 有一种呢 是什么 就是因为呢 祭拜正成功 当地的一些虫害呢 得到了那个压抑 他甚至呢 有一些地方呢 还有起雨 就是没有下雨 然后祭拜 然后呢 发生就是神迹之类的 但是啊 正成功信仰有一个瓶颈 那个瓶颈是什么 因为呢 它是一个比较慢才出现的信仰 他要跟全能神竞争有困难 你们想一下 台湾呢 最主要的全能神是谁 就是你的所有项目呢 都可以找他 什么样 来 你说什么样 观地啊 观音 没有观音量没有那么多 对 妈祖庙 妈祖庙是全能神 就是你们看 妈祖的那个 妈祖信仰的变化 他本来是什么神 海神 他本来只是单纯的海神 那后来呢 有一些那个商人 还有祭拜 他是从这样呢 起家的 他是这样起家 但是呢 他在发展过程呢 你看到 当他呢 那个信徒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随着他的信徒的 那个人缘的流动 他的这个信仰呢 就开始扩张 在这个扩张过程里面呢 你们会看到 他的功能 他的管辖的范围就越来越多 那那个故事呢 越来越复杂 你们后来有没有注意到 不同的神明信仰系统的人 就被他整合进来 比如说呢 你们有没有听过顺风耳 千里眼 那个本来不是他的 但是后来呢 被后来呢 后来的发展就是 他有没有加入那个 妈祖的神仙家族 有啊 然后还有祝生娘娘也是加入了嘛 其实你去看啊 有很多呢 本来不属于他系统的这些神 然后他进来 那神跟神之间 有没有竞争关系 当然是有啊 妈祖信仰呢 开始茁壮之后 你们知不知道 最大的苦主是谁 你们知道吗 他成为一个非常壮大的海神 谁被打趴了 你们都没想过 就是神跟神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 妈祖信仰呢 南瓜的整个海岸线的 这一边的那个主要的信徒 那谁 那个庙 谁的庙 像我就很清淡 土地公没有管海啦 谁啊 对龙王 最大的苦主就是龙王 海龙王呢 整个被打趴 所以呢 你们知道吗 海龙王后来 海龙王的信仰呢 出现了一个变化 这个叫做托海 所以海龙王后来不管海了 他去哪里 各位知道吗 大河跟大湖 旁边会有龙王庙 但是海边不见了 所以这个托海话 是受到谁的几样 妈祖 所以你们去看 这一些信仰之间的那个竞争关系 其实非常有趣 那妈祖呢 现在是一个全能神 就是说你看到呢 你所想到的任何问题 他基本上呢 都有 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壮大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跟什么 后来呢 不断的呢 就是编他的那个故事 还有呢 编他的神迹 那这个呢 再加上呢 那个在各地方的那个 传说故事 以及神迹越来越多之后呢 你看到这个信仰嘛 基本上 但是呢 非常非常庞大的 非常庞大 好 那请各位呢 再往下来看 以台湾的情况呢 那你们可以注意到 那个初旬跟绕境 这个现在已经呢 告一段落了 上个月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对不对 是不是有绕境 这个绕境呢 有没有各位 有没有想过就是 为什么它有绕境 妈祖信仰 为什么要绕境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 社会原因 有吗 各位没想过 还有就是 这一些信仰呢 他们呢 会不会有一个范围 有没有范围 各位想看 妈祖 我们讲好了 前一阵子中部 那个大甲妈祖 会不会跑来 跑来高雄 不会吧 为什么不会 这一边不是 它的信仰圈 这一边不是 而且这一边 跟它几乎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有一个 区域的特性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们看到呢 这个初旬呢 不是只有单纯的 信仰的问题 还包含就是说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尤其呢 在清朝的时候 当时的地方的治安好不好 是非常不好的 那你地方不好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呢 各个村庄呢 你自己呢 有那个 类似呢 自我保卫这样的概念 那怎么做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跟那个 忠孝信仰结合 对不对 你带着年轻人 绕境的时候呢 告诉年轻人 我们哪个地方呢 是比较容易防守的 万一有盗匪来入侵 那我们要怎么防守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如果要维持治安 应该怎么做 也就是说你透过绕境呢 是不是呢 在认识地方 而且呢 透过这个跟周遭的人呢 产生了互动跟连结 所以这个是有社区意识 社区概念 所以你们看到就是说 它有没有范围 其实有 有 来 请各位往下看 在173页这边 173页倒数第二段这里 看一下你们的那个 你们居住的地方 你们居住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庙 这边有列 像说那个 北港朝天宫 新港的奉天宫 那最主要呢 就是妈祖庙 那另外呢 那个还有一些王爷庙 王爷庙呢 比如说南昆森 戴天府 那还有呢 松柏林的那个 寿天宫呢 他是玄天上帝的 总庙 玄天上帝的总庙 这边我还可以稍微 跟你们 补充一下 明天信仰跟政治 关系密不密切 从以前到现在 各位想一下 政府 政治的力量 如果要让某一个宗教力量 某一个宗教势力消灭 它还会存在吗 不可能存在的 各位知道吗 也就是说政治 宗教之间 其实呢 是有一个微妙的关系 这个微妙的关系 各位想一下 就是比如说宋代 对不对 它只要呢 你呢 那个违反 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 政权的意识形态的 或者是不受它管理的 它就把你评定为淫室 那这个呢 就要取缔 那它觉得呢 你跟它合作性很高的 好 那就试贬合给你 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法 很多的庙 它常常标榜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传统的 它会挂什么 抹抹那个帝王赏识的贬额 对不对 各位闻注意到 就表示说 它是受到谁的背误 官方 在台湾 曾经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有一个宗教受到打压 叫做一贯道 你们喜欢一贯道 为什么受到打压 原因是这样 它的信徒非常多 那当政治力量呢 觉得它有威胁的时候呢 就会呢 用什么方式去抹回它 就是弄了很多的 那个谣言 那比如说我小时候呢 看到报纸呢 还有呢 很多人呢 都在讲说 一贯道怎么样 所以一贯道叫做鸭蛋教 他们好像主要是吃鸭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在做祭祀的行为的时候呢 都是男女呢 集合在一起 全部裸体 那结论当然就是 这是邪教嘛 所以一定要取缔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信徒非常多 那所以一贯道 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呢 其实呢才得到怎么样 得到认可 所以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相对的呢 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公开的活动呢 没有办法像佛教或道教呢 那么相对的彭佛 还有佛教 有办学校对不对 一贯道有吗 没有 一贯道本来想办一个 但是时间太晚 所以太晚就会说 台湾高冬教育膨胀已经太快 所以呢 当他们呢 在筹办一贯道大学的时候呢 本来要在关西 那个地方 那一看 大概恐怕呢 招生会有困难 所以后来就放弃了 放弃了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那个一贯道 之所以受到打压 就这个原因 简单讲 政府组织 统治者最怕的机构是什么 最怕的中央机构就是 你是有组织的 就是你是 非常有系统的 而且呢 你庞大到呢 可以挑战政权 这一种呢 这一种呢 你们看就是 任何统治者呢 都会怎么样 去压抑它 因为呢 你已经对统治呢 造成威胁 比如说呢 你们看那个历史上呢 不是有很多的 这一类的宗教团体 那 另外呢 比如说你们看呢 中国大陆呢 那个不是有一个备受打压 叫做法轮功 法轮功 最主要就是因为 他性格多 这是一个啦 第二个就是说 他对统治 统治者呢 来说他有威胁 他有威胁 我们讲台湾 台湾不是标榜 宗教自由 对不对 就统治者来说 他会不会呢 担心某些中央团体的挑战 例如呢 寄宫庙 不会 寄宫庙就算你在台湾 有五百间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五百间 你就是五百个个别的寄宫庙嘛 你顶多就只有一个 叫做寄宫联谊会啊 你有办法对他政权统治有挑战吗 没有 但是呢 我们这个宇宙大抉择 这个系统就不一样了 它是有影响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有组织的力量 所以你们要分辨清楚 就是说民间信仰里面呢 跟政治的关系 其实呢 很多是很微妙的 那有一些呢 关系很密切的呢 相当程度上会得到呢 官方的背书 比如说呢 你看到呢 那个 颜金标的那个庙 对不对 大甲那个庙 有没有那个政治人物呢 去那一边呢 那个跟着呢 那个绕镜一下 当然都有嘛 这个就是受到呢 当下 当下的那个 统治者背书的 好 好 来 请各位看 那你们回想一下 这个 庙 你们看到呢 你们附近的庙呢 通常呢 它是怎么来的 你们有没有想象 有没有几种模式 所以 所以 不外乎第一个就是 它是类似 带有家族色彩的嘛 它本来是我们家 就是这一户呢 比方说那姓刘 不是这一户 就是这一个姓刘的家族呢 拜的 后来左右附近的人呢 觉得 你们这个庙好像 你们这个好像满灵的 所以呢 跟着一起来拜 所以慢慢呢 你看到呢 它的那个 拜的人呢 就增加了 那你们看 另外呢 那个 有几个模式 比如说呢 如果呢 这个庙呢 当初呢 也许是你 曾曾曾祖父呢 捐的地 盖的 那很有可能呢 这个管理人呢 就是 你们这个姓刘的 这是一个模式 因为呢 那这个也许是姓刘的人 他们祖先 那个 捐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的寺庙是不是呢 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管理委员会 对 那个就是用管理委员会的名称 那就已经比较不是个人了 比较不是个人 那你们看 那个 我们在看这一些 那个村庙组织 它基本上呢 跟村庄的组织呢 事实上呢 是不是叠合 是叠合了 那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非都市的地区呢 这样的组织形态呢 还有没有存在 还是有 因为你只要看庙会就知道嘛 但是呢 那个 在都市呢 这个情况呢 其实呢 经过很长时间 它已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原因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都市呢 是不是有很高的比例是外来人口 因为你外来人口呢 你整个打散了这样的那个组织嘛 而且说实在 你是外来人口 当地的庙对你没有意义 对吧 你可能跟他之间没有互动 没有感情嘛 好 那你想一下 像说 那个 你们家住的附近的庙 对不对 可能呢 你祖父 你真祖父 他们本来呢 就在拜那个庙了 所以你小时候耳濡目燃 所以对他呢 会有一定的那个亲切感 那你们看呢 这个奴主怎么来的 奴主呢 叫寡规 寡规 那他是呢 基本原则就是 每年会替换的 会替换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他呢 有几个事情要做了 比如说呢 他扮演着那个 就是你看到呢 这些管理人呢 是做管理的工作了 那但是呢 他在某一些节庆的时候呢 比如说他见教 做酒 那他就必须要去收这些钱了 那这个钱呢 有一个名称叫做丁口钱 丁口钱呢 他的收法有几种 有的是我们这附近的信仰圈呢 每一家每一户呢 就怎么样 就一户 一份的钱 好 另外呢 所谓的丁口呢 就是你们家有几个男性 另外呢 那个 还有一种计算方式 就是女性呢 就算一半 男性叫做丁 女性叫口 那那个分数是这样 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就算2.5 那其实呢 我们从现在讲到 这个其实是歧视了 好像就是在很多的 既视行为里面呢 对女性而言 对女性好像是有一些歧视 对不对 比如说呢 好像呢 规定了某些位置呢 只能男性去担任这样子 那其实现在社会观念在变 所以很多观念 其实呢 会调整 不过你们要知道 就是说 大概呢 原来的那个发展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另外 请各位看 在这样的那个 信仰组织里面呢 请各位看 176 177这边 我们那个之前 有请同学报告过 那个一些主题 那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阵头 那那个阵头呢 你就从这里呢 你就可以了解 那在整个大的组织里面呢 它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子地组织 那这个子地的组织呢 一般呢 分成了两种 就是一种呢 是稳的 一种呢 叫做捂的 那这一些呢 它是异物性质的 异物性质 而且呢 你们要知道 这以前呢 比较没有问题的原因 就是浓险时间 你们想一下 就是稻子收割 对不对 它这一季跟这一季中间 是不是会有农险事情 所以呢 就是利用那一段时间呢 在练习 但是呢 各位想一下 后来呢 台湾这边品种改良之后呢 一年有三首 稻子是可以呢 采收三次 所以它那个农险时间缩短了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我们现在农业的人口多还是少 很少 对 哪些人呢 可以来来投入呢 有限吗 还有你的农险 如果是在学的学生 有办法配合吗 没有办法配合 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农民的时间 跟教育的时间 有没有冲突 是有冲突 所以过去的那个社会 它是可以这样运作 但是现在呢 其实会有出现一些变化 好 那我们来看 取馆跟武馆 这个取馆呢 就是一般所谓的稳的 那武馆呢 就是稳的 武馆就是武的部分 那请各位看 像说以前呢 没有那个歌载戏的时候呢 那是谁在板声演奏 就是由他们嘛 那这个南馆跟北馆 比如说呢 这个是有地缘的差别 漳州是北馆 泉州呢 是南馆 你们记不记得 那个海角7号的 那个帽博 记得吗 他是谈什么 各位知道吗 他谈的那个乐琴呢 就是北馆 所以呢 他从小呢 就是属于这个 他是负责北馆的那个乐琴 你们应该对他有印象吗 就是那个帽博 那另外呢 那个武馆的话 你们看到呢 这个也有区域的差别 像中部呢 比较看到呢 比较常见的呢 是武师 南部呢 就是宋江镇 那其实南部 我还曾经看过 到现在数量多还是少 我不太清楚 不过就是 偶尔还是会看到 叫做 人辞账 各位有看过吗 有男生也有女生 有看过吗 各位哦 那个 不要小看哦 这个武师这个不容易 而且你不觉得这很危险 他要跳来跳去 按两个人怎么配合 这个其实非常危险 这不容易 不容易 那宋江镇 跟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有 有一点关系 什么关系呢 宋江镇其实跟地方的 那个智慧组织 其实是比较有关联 因为呢 你练那个拳脚 其实呢 还是怎么样 有一点呢 保卫的 保卫的性质 那你们看那个 比如说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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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州 张州这边呢 有一个地方叫做 兆安 兆安那一边呢 在台湾的移民 他们呢 那个 其中呢 有一个特色呢 就是拳脚功夫 以前呢 你们有没有听过呢 那个 塞雷七康 有一个 那个 呃 乡土俊 很久 我小时候的 那个呢 阿陈塞呢 就是很有名的 那个 拳脚师傅 那另外呢 就是这种 布袋师呢 也是呢 兆安那一边的 那个 特性 特性 好 为什么要收 那个丁口钱 因为你想想看嘛 如果说呢 既是神明的时候呢 那一些呢 相关的开销呢 那要谁之处 当然是公共之处啊 比如说呢 你们 呃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看过那一些 类似这一类的那个庙会 那个庙会 那个庙会那个开销很大耶 那甚至呢 有的呢 还会有呢 地方的那个流水席哦 那几个开销 比较大宗的呢 其中一个呢 是演戏的 那现在当代呢 演戏也许有 但是呢 另外有一笔钱呢 就是电子发车 各位有没有看过 那个就在路边 板斗 然后呢 那个电子发车呢 哇 金光闪闪 那以前呢 只是跳 那个穿的比较清凉 然后也许跳脱衣服 那现在呢 又新的变化叫什么 钢管 跳钢管 那很热闹了 晚上很热闹 那你们如果读 那个嘉义民雄 某一个中智辈的大学 那附近呢 你知道呢 四月五月的时候呢 每个礼拜呢 你几乎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它是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就那个学校 跟我们学校名字很像 你你你如果有同学在那里 你大概四月的时候呢 你打电话去问他 所以你们这附近呢 是不是又要在办 那个庙会流水席 有一次那个 中生大学办那个 呃 一个研讨会 叫做 台湾经验 那刚好那个有一个 我们那个 那次经过的时候 刚好看到 路边 就是 呃 那是一个喜宴 我就没办法理解 那喜宴呢 三个女生 那个 连钉字库都没有 中午 就在底下穿梭 那个美国人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 我突然回答不出来 说为什么喜宴 为什么会有三个脱裤裤的女生 在底下穿梭 你们要怎么解释 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很多的那个神明的庙会 为什么会这种脱裤裤的 到底谁在看啊 然后那个 我听我的朋友讲 那个 他们以前念念书的时候 都不敢站前面 因为呢 很多人去看对不对 都躲在边边角角 然后呢 隔天呢 碰到他们说 哦 你又去看啊 对啊 那你怎么知道 我听说的 我听说的 都是听说的 都是别人去看 而且站太前面 那各位看就是说 这些开销 其实金额是还蛮大的 那另外就是说 你看到呢 现场的那个相关的那个支出 也很可观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这个钉口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再讲一个 就是说 中国的那个人口统计 通常呢 不是很准确的原因是怎么样 因为呢 它通常只计算人钉 女性没有计算进来 所以你那个数量会失真 会失真 所以你们看那个 民间信仰里面 对于那个男性女性 其实有一点那个 性别歧视的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这个 这个钉口组计是谁能够运作呢 当然是怎么样 是有收费 好 有收费 来 请各位看 这个 各位看一下 这个我们在讲那个 角头组织的时候呢 它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讲法 那名词本来呢 会随着时代的不同 它的内涵会变 我们当代呢 角头的意思是什么 是黑道的意思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在宗教信仰里面 民间信仰里面 所以的角头 其实没有这个意思 它只是呢 角头就是地方嘛 南四角 就是其实呢 那是一个地区的意思 角落 那你看到呢 它呢 是在这里面呢 它是代表的就是说 这个 这个群体组织呢 有人呢 在 有一些人 它在负责某一些事情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而且呢 这个是怎么样 它是轮流的 轮流的 比如说呢 那个 你看到呢 这一些那个角头 它呢 有时候都还要负责呢 怎么样 负责呢 下去呢 那个抬轿 下去抬轿 所以 这个是 用轮的 用轮的 那区域呢 也是用轮的 来 请各位看 在179月这边 这边呢 那个 还有谈到 联庄 联庄的那个 组织 那这个联庄组织呢 简单讲就是 好几个村落 好几个村落呢 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比如说呢 那个角头 那个其实是 村庄内部的 那个组织 那但是呢 这个联庄组织呢 是怎么样 它其实呢 是好几个村落呢 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那这个结合起来呢 最主要呢 那个 连结的那个 核心 其中呢 有一个呢 是共同的 那个祭拜活动 共同的祭拜活动 那简单讲就是说 它是藉由呢 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呢 那把人群呢 组织起来 那共同维护 地方的那个安全 我们现在大家很难想象 就是说 以前的治安呢 那个怎么败坏 各位想一下 当官方的力量呢 对当地的那个治安呢 在维持上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呢 你们想不想 那个时候呢 社会上是什么样子 清朝 晚清的时候 我现在讲晚清 那个当时台湾 那个很多地方 其实都有土匪 那是真正的土匪 就是呢 它呢 就是一群人 打家劫舍 那你想想看嘛 你打家劫舍 那你要怎么呢 去自我保卫 而且呢 更残忍的是 那个时候 那个 你 那个沙轮呢 基本上不会得到惩罚 台湾曾经呢 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是这个样子 那 大概呢 台湾社会呢 是什么时候呢 才逐渐在各方面呢 受到呢 控制 其实是日本人来的 日本人来的 日本人早期来的时候呢 其实呢 也控制得不好 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日本人后来不是把那个 很多的原住民呢 迁骑到呢 他们能控制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呢 他又开始呢 弄什么 户籍 用户籍呢 开始掌握呢 人 另外呢 日本人其实 以前的那个 处罚 刑罚是非常残酷的 很多人呢 都在美化 日本的统治 说那日本的时候呢 那个统治多好啊 那时候呢 因为自然很好 但是没有讲的是 日本当时的刑罚 是怎么处罚的 是严刑峻罚 比如说呢 那个 小时候砍手了 所以很多人的话讲一半 就说日本的时候呢 为什么那个 自然很好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 处罚呢 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就是 那个刑罚是很重的 那日本呢 一直到日本的时候呢 你看到呢 国家对于个人的控制呢 才怎么样 变得呢 比较直接 我们当然 当然是嘛 比如说你只要看一个指标 那个指标就是说 政府对我们每一个个人 有没有办法呢 有一个基本的掌握 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打预防针 谁通知你 不是医院啦 一定是什么 卫生所 那卫生所透过什么 可能是村里长 可能是什么 透过呢 那个你读的幼儿园 去追踪嘛 各位我们知道 他为什么知道 你应该要打预防针 就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出生嘛 对吧 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个指标 政府对个人的掌握呢 是直接的嘛 以前没有啊 以前大概呢 你了不起就是掌握呢 到了县的成绩 剩下呢 县长怎么搞就怎么搞 对吧 天高皇帝远 所以你们看就是说 那个 在以前的话 当时的社会的那个形态 不像说我们现在呢 这个样子 那是一个 运作比较顺畅 或者是自然很良好 其实以前不是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